好像是怕打破了这种默认成俗的 他们不问 我也不说 我不问 他们也不说 这就成了一种尴尬的局面 但现在想说 显然是不合适了 我在心中默默地计算着战斗力 发现两方对峙的话 我们是必输无疑的 我的手在微微地颤抖 难道大团圆就只是梦想吗 我自觉和杨胜已经走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我们要做的事 恰恰就是现在他最大的阻碍 我想不出他有什么放过我们的理由 不过和我稍需有些担忧的表现比起来 师父却是异常的自在 还是那一感熟悉的汗烟 他不仅不慢地装上最后剩下的烟叶子 慢慢地点上了 转头把汗烟递给了慧大爷 要不要来一口啊 我可不要 有本事跟我弄几个鸡蛋来 好些日子都没吃的 这嘴里都淡出鸟来 慧大爷对师父的汗烟一点都不领情 师父似笑非笑地抽了一口汗烟 很是享受地背上了眼睛 然后才说道 你不识货我不怪你 我这烟叶子不是特殊的渠道 可是买不到的 你说你没吃鸡蛋 嘴里淡出个鸟来 你倒是吐出一只鸟来 让我看看 我说你个死牛逼子 你没事找个麻烦干啥的 你是要单挑 慧大爷总是听不起师父的两句挑拨 单挑这个字 又从他口中蹦住 哼 傻的 没看抽汗烟的吗 师父斜眼瞧了回大爷一下 完了 我知道这又是一场惨烈的单挑 要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我下意识地叹息了一声 如果师祖是光棍精神 那么师父则是把光棍精神 发挥到了极致 越是这种沉闷紧张的对峙 他越是要扯淡 而会的也有时二愣二愣的 硬是搞不清楚状况的 就被师父拖入局中 而在这个时候 萧老八又一次站了出来 看他那深深忧虑的样子 估计又是要劝家了 整艘船上 只有吴吏鱼和我是一样的表情 他好像不敢往床上看 眉头微皱 那种复杂却是担忧焦躁的情绪 怎么也掩饰不住 江爷 你不必故意这个样子吧 在我心里 你一直都是内心极其有谱的人 何必又做出一副万事不公 万事迷糊的样子 来哄骗大家呢 杨胜或许是不想啰嗦 开口打破了这一出 我师父故意的闹剧 这个时候 慧大爷也不和我师父闹了 转头看了眼杨胜说道 我说谁呢 我只记得 以前有个老师敦厚的杨胜啊 没想到是瞎了眼来 这慧大爷就是这样的直肠子 不过师父却是在慧大爷身前摆了摆手 冷静地说道 我内心有谱 和我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面对一件事 面对我的人生 那是我的事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大的追求 想做就做 对得起良心和底线的基础上 快了就好 和老慧插歌打混 是我喜欢的事 为什么不做呀 嘿嘿嘿 姜爷 你那口才还是一样的厉害呀 啊 不错呀 杨胜的声音嘶哑 却开始装模作样的鼓起掌来 掌声清脆地回荡在两条船之间 不敢不敢做内心想做 说内心想说而已 倒是你不被装模作样的叫我一声姜爷 你还有叫我姜爷时的那份心 你还是叫我姜爷时的那个你吗 你是在自我否定还是在自我打脸呢 当然 我也不否定你就真的是真心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让路 别挡着了 师父说到最后语气严厉了起来 汗炎声腾的烟雾迷蒙了他的脸 我也看不清楚他的表情 呵呵呵呵呵呵 面对我师父的话 杨胜干笑了几声 然后忽然语气就严厉了起来 既然你是要撕破脸 我也不用叫什么姜爷了 姜丽纯 我今天来了 就是解决一切隐患的 而那块天文知识 你交不交出来 也都无所谓 你以为我拿不到吗 嗯 杨胜的话语里面明显有了几分威胁的意思 就像他说的 既然都撕破脸了 大家也就不必虚伪了 本来就已经是撕破脸了 从你搭着直升飞机离开的那一刻起 我们之间还有脸面的存在吗 只是我徒弟傻 为你伤心难过许多年 不过不值得的人和事 的确也是没必要 天文知识已经废了 我相信你要的也不是他 是这里面的昆仑之魂吧 说话间师父从随身的黄布包里 就拿出了那块天文知识 随意地抛腕着 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可是杨胜却显得有些激动 忍不住朝前清了一下身子 明显 师父说中了他的心事 而看见天文知识的同时 他已经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其实我看杨胜 忽然有点可怜他 当初他只是想完成 他老师毕生研究的愿望 走到现在这一步 可能事情也出乎他的意料了吧 他就像是被自己的执念 和自己选择的命运 这两双手不停地推着走 偶尔他会不会也在夜兰人静的时候 想要回头呢 可是很多人都是一种不能付出代价的生物 付出了就想要得到回报 就像爱情里付出越多的人 越是松不开手 有时可能已经是不爱了 不甘心的只是自己的付出 这个道理可以放在很多事情之上 如果看不透 就算有些事情想回头 也会是自我否定 壮士断腕 为什么那么惨烈 就是一种舍弃自我的付出 这是巨大的心理难关 看透的能有几个 付出是无悔 只是因为想要付出 放开是无怨 只是因为放开的时候 所以我望着有些激动的杨胜 沉引了 我想他也一定有个艰难的心理过程 否则不会用几次救我 来彻底的清算我们的感情 我很想说声圣哥 回头吧 可是我却知道 说了也只会是徒增伤感 毁灭我心里其实深埋的 那最后一丝情意 在我的念头 百转千回的时候 杨胜已经恢复了正常 面对师父拿出的天文之识 只是贪婪地看了几页 最终才说道 江丽纯 我其实很好奇 你是怎么破解了命牌 拿回了你们被禁锢在那村的魂魄的 如果不是如此 我今天还真的就不用动手了 就算情意已经不在 咱们毕竟还是熟人熟事的 打起来 到底难看了一些 说完的时候 杨胜在摆弄着自己的手套 仿佛在检查是不是没有戴好 他的语气有些轻调 可是一直沉默地站在他身后的人 气场却不一样 一股压抑的战役 开始弥漫在整艘船上 看样子 局势是一触即发 可是这种那么严肃的战役 却被师父的一声嗤笑给打断了 他摇着头 杨胜 你既然知道我能破命牌 我身为道士 对灵魂也有着深刻的研究 那就好办事了 天文之诗给你有何方 你敢拿吗 说到最后 师父的语气忽然变得平静 却严肃了起来 这时候 言语上的交锋已经到了临界点 不过杨胜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激动 他只是看着师父 说出这样一句话 我难道会怕吗 嗯 在圣村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的徒子徒孙都还在待着 现在是好吃好喝 之后 我却是不能保证了 祖上 你难道真的就那么忍心 这样对待我们吗 也就在这时 一直沉默的吴立宇忽然激动开口了 他叫祖上 自然就是吴天 我能听出吴立宇的声音带着颤抖 也是饱含了某种不能言说的感情 还带着一丝卑微的希望 可是吴天就好像事不关己一般的 微微的闭合着眼睛 根本就没看见吴立宇言 倒是杨胜转头看了吴天一眼 吴天感觉到杨胜的目光 他说道 我等道家之人 将就缘分 既然自然而然的发生事情 都说明你是对的 那从今往后 自然可以一同谋事 没理会吴立宇 吴天倒是给杨胜说了一句 这一句话 让我一下子就把所有的事情都串联了起来 肯定杨胜是找过吴天合作的 但是吴天自诩道家之人 昆仑真传 自然是要信什么缘分的 当日他是真的想杀我 可是机缘巧合之下被我逃脱了 他见证了杨胜的说法 相信了我就是那个辩数 所以从今往后就选择了与杨胜合作 至于合作什么 目的是什么 我却是猜想不出来 能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想到这些 我觉得自己已经不错了 毕竟杨胜说起关于我们师兄妹的消息的时候 我的心已经是乱了 在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像是一条带宰的鱼一般 就连反抗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只因为心有牵挂 又如何做到义无反顾的去拼命 我只能说 杨胜这一招太狠了 而当时的我们又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 在这种混乱的思绪之中 我下意识地看了师父一眼 师父依旧叼着汗烟 声腾的烟雾中 我第一次看着他眉头微微皱起 带又平静了下来 他没有回答杨胜的任何话 却是朝着无力鱼走了过去 一把拉起半伏在船弦上的无力鱼 开口说道 你难道还没有死心 你还嫌不够失望吗 你还是好好地站着吧 站直落 至少这样不会太难看 无力鱼朝着师父 有些颓然的一笑 最想不通的自然是我 就如你师父是你的梦想 我们那个曾经辉煌的祖上 又何尝不是我的梦想 我的家人 师兄妹 看来已经想通了 而我可能是执念太过深重 既然你已经知道是执念 那就试着放下 我不催你 但我也陪着你 师父的话说得轻轻的 就好像安抚一般 拍了几下无力鱼的背 无力鱼冲着我师父感激的一笑 沉默了好几秒 也只是说出一句话 好强 你叫我姜丽纯好了 你这样叫我 我会觉得加点葱蒜之类的 就可以炒一般菜了 师父调侃地说了一句 然后笑了 随手磕了一下手中的汗烟锅 然后扶起了吴立鱼 吴立鱼跟着挤出一丝笑容 然后默默地进到船舱 他没有回头 只是说道 如果真的要打架 就算我一份吧 他可能是现在还没有彻底面对的勇气 但已经表明了立场 可是师父却收起了汗银杆 说道 你放心吧 打不起来的 吴立鱼却是白白手 没有说话 我好像很分明地知道 吴立鱼是想说 就算如今打不起来 那以后呢 就能避免吗 我的立场已明 你随意折腾去吧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 会洞悉吴立鱼的想法 我想也是不在意这个 甚至我连原因都没有地 略过了这个想法 只是佩服师父身上 有一种安慰人心的 淡淡的温暖 以及安稳人心的力量感 师父 是不知道我此事的想法 和作为一个弟子 对他的崇拜 他只是看着杨胜说道 不错 你找准了我们在意的点 可同样的 杨胜 我也找准了你在意的点 既然咱们都投鼠忌器 是不是可以谈一下条件呢 你觉得我们的条件对等 再说了 吴天前门就在这里 你的什么手段 你觉得他不能破解啊 嗯 杨胜的话很强势 可如果真的强势 我想他也不用和我师父对话了 而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吴天却是看了我师父一眼 说道 儿等小辈 好像已经失了礼数了 我师父此时 确实没有理会阳胜 而是恭敬地朝着吴天义鞠躬 然后才说道 我等在你面前 自然是小辈 原本一身风尘狼狈不堪 也自然不敢如此见你 值得收拾齐整了 才敢面对你 我等这样的心情 可是失了礼数 另外 李纯有一问题 斗胆问一下 可否一答呀 我很少见到师父 如此肃默的表情 想起师父临走前 特意让我们更衣 我也相信 对于吴天 师父是真心的不肯失了礼数 不过 吴天的所作所为 却想要让师父 去执弟子之礼 跪拜于他 怕也是难了 好一个不失礼数 那我师兄 是怎么教导弟子的 连师叔也不肯叫一声啊 吴天其实是一个很少有什么情绪的人 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 但这一次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激动 竟然在这单口 教训是我师父礼数的问题来了 他连自己的小辈都不在乎 为何会在乎我们老李一脉的礼数呢 我隐隐约约的觉得 其实吴天根本在乎的就不是我们这一脉 是否有礼数 他根本在乎的就是我师祖老李 而这个想法一冒出头来 就让我异常的肯定 我越发觉得自己 好像能洞悉一些事情 不过自想就是灵觉出色的原因 这种事情我也只是奇怪了一下 就被师父掷地有声的声音给吸引了过去 史书 我自然是想满心亲切地叫你一声师叔 也好宽慰一下我们这些小辈 失去师父之后 多年无靠思想的心思 李纯如今就是想斗胆问一句 我等有这个信 而您是否又真的把我等当作小辈呢 如若真是当作小辈 怎么半点爱护之心 维护之意都没有 就当您生性淡漠 看透世间缘分 斩断情根 那我又敢问 为何处处于我等为难 甚至加害于我们这些小辈 好吧 就算如此 我就当我们这一脉 自然是我师父老李维护 最后斗胆问一声 为何能对自己的至亲骨肉 也毫不留情 你如今跟我谈理数 我知道尊老义当爱幼 如果有人为老不尊 那又如何 师父说完这话以后 陡然就站直了身体 双眼只是死死地盯着五天 而环绕在师父周围老无一脉的人 却是个个脸上都流露出悲气的表情 而看向我师父的眼光中 竟然闪烁着感动 这个时候 我明白师父是在给老无一脉的人 要一个公道来了 只是面对吴天这样的存在 又怎么可能没有压力 我想起了我第一次见吴天使的压力 师父他 此刻的吴天 眼睛已经完全地睁开了 那股无形的气场 在刻意的控制下 慢慢地散发 我就站在师父的旁边 都感觉到了某一种压迫 可是师父 不退不拒 硬是挺直了腰杆 没有退缩半步 好一个伶牙利职的小辈 看来我是要替我那师兄 训一下弟子了 说话间 吴天就扬起了手 如果说神是很厉害的话 他到底是依靠着 那条神秘的命运之河 比起对于授法的理解 还有功力的积累 自身的实力 他是万万比不上吴天的 那一刻 我全身绷紧 可是师父 确实若无其事 只有我看见 他的额头上 其实布满了细汗 吴前辈 教训是应该的 不可就当给我一个面子 先把正事谈了再说 就在这时 杨胜忽然伸手一把 抓住吴天的手 这个动作让我震惊 那一年的杨胜 还是一个连最基本的 炼体之术都不会的人 如今的他 是怎么做到 举手之间 就能阻止一个 强大的叙事待发的高人 要知道 这样承受的压力 也是不小的 吴天看了一眼 杨胜似乎不是很满意 但到底是慢慢地 收回了自己的手 然后又微微地 半闭着眼睛 然后沉默地站在一旁 不说话了 而我师父 隐晦地吐了一口气 然后似笑非笑地 看着杨胜说道 看来你是清醒的 有时候 在秘书面前 高人也不一定有解决办法 除非强迫 但是你敢赌吗 李总官还是知道 我师父虽然和那个人 是师兄弟 但到底传承不同 否则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又怎么会被我 破除命牌的禁锢 杨胜 谈条件吧 师父的话刚落音 好像一切都要得到 解决了的时候 在这里的水面 忽然开始不平静下来 两只船都开始微微地晃动 一只很平静的河面 竟然翻起了不大的浪花 这些变化 一开始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 只有我注意到 那种很感觉很微妙 就像我第一次感觉到 薄膜之下力量的感觉 也就是说 我莫名地感觉到 一股绝大的力量 就掩藏在水面之下 我第一时间就联想到了 那个神秘的存在 我正想告诉师父的时候 发现每一个人的脸色 都有一些微变 包括那个一直半合着双眼 装作淡定的吴天 也陡然地睁开了眼睛 直直地盯着水面 只是看不出有什么神情的变化 师父就站在我的前方 这样的变化 他肯定也感受到了 因为这种变化来得很快 从发生的当时到现在 已经变得异常的剧烈 我们所在的这艘血船 也是在从微微的晃动 变成了剧烈的晃动 我看着师父 师父也无奈地看着我 忽然他就对我说道 三娃 我发现你真的是个事经啊 前方已经遇见群狼了 这时又跑出一个大老虎来 只要有你在这 什么事都能中个头奖啊 这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了 我微微一笑 很直接的一抱拳说道 谢谢师父夸奖 师父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一巴掌轻轻拍到我脑袋上 然后笑骂了一句 这些年不见 这油嘴滑舌的功夫倒是渐掌了 哎呀 可是有时吧 不是怕有事 就怕不来事 因为变数 往往是发生在事与事之间的 说不定 我们能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破局 这是师父第一次在我面前 流露出担心的情绪 是啊 就算用天文知识压制阳盛 除了这里换回了师兄妹等人 那接下来呢 就看一看阳盛带来的这些人吧 悲观的说 凭我们现在的能力是杀不出这个重围的 阳盛等人根本就没有打算放过我们 因为我们就是他们前行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按照师父光棍的性格 一般到了这种难解的局面时 他就不会想太多 按照我对他的了解 他会走一步看一遍 因为这样总比完全的原地不动 作以代弊要好 如今莫名的惹来了一个在这里强悍的存在 在这种难解的局面中 竟然会被师父认为是一种变数 我和师父简短的对话 很快就结束 因为水面开始剧烈的波动起来 让船身剧烈的晃动 我们每个人连站稳都成问题 更何况谈话 偏偏要命的是 这要的晃动是那个强悍的存在带来的 每一个人还不能想办法去压制 在这种时候 如果我们和阳盛的对峙 有一种微妙的平衡 那么谁嫌得罪了那个存在 谁就将在这特殊的地方 处于劣势 微妙的平衡 也将被打乱 所以 不轻举妄动 是此时最好的选择 在此刻不止是我们 就连阳上那一方 明显大于我们的力量 也选择了沉默 不作为 静静地等待着那个存在的出现 河面的水波是越来越大 翻滚的浪头竟然都打到了船上 这让我想起出入鬼打湾时 那颠簸的进入过程 我一身的衣服都被打湿 有些狼独的半趴在甲板上 只是这样 也看见有巨大的身影出现 让人是惊心动魄 是 怎么可能不惊心动魄 巨大的怪物 类似于蛟蛇的存在 它们在水面翻腾 时不时巨大的身影 就会超过船身 浮现在我们眼中 我曾经看过 关于黄河水怪的描述 其中好几种生物 不就是那些描述中的水怪吗 而一开始 我进入鬼打湾时 我以为这里是一个收纳所 就是说 不容于我们那个世间的一切 就会被这里所收容 后来师父却告诉我 这里是一个世界 我下意识地就想到 空间交错之际 是不是这里的存在 就流落到了我们那个世界 但现在看来 也不是仅然 因为我想起了小时候 师父传度 那鬼魂的那一次 我此刻无比笃定地相信 恶鬼界的存在 我觉得好像这些事情 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戒与戒之间 应该有一种微妙的联系 在说明着什么 可是我现在无法洞察 只是看见了某一种证据 此刻发生的一切 瞬间就变得惊天动地 这些河水之下 原本静静折伏的家伙 忽然出现 也是我们所料未及的 让我们震惊的是 他们好像没有攻击我们的意思 这样的集体出现 反而像是在示威 一种有预谋的示威一般 可就是这样的气势 郑主还偏偏没有出现 更加的让人感觉到 惊心动魄 一道翻滚的大浪 打到我们头上 把我淋了个尸头 口中也被灌了一口水 我吐出口中的水 忍不住大喊一声 师父 你确定 这就是所谓的变数 但是浪花声音太大了 师父根本就听不清楚 我说什么 我看见他对着我大喊 我也听不清楚 只能看见口型 大概是在问你说什么 我朝着师父那边爬了两步 这种惊人的气势 实在是太过可怕 我觉得我真的 必须要和师父商量一下 哪怕只有简单的几句 也好过那个可怕的强大存在 出现以前 我们毫无对策 束手无策 可还不等我爬到师父的面前 刚才那些河面之下 出现的巨大存在 忽然就瞬间的安静了 机械了 翻滚的巨浪 也渐渐的变小 剧烈晃动的船身 也渐渐的平复了下来 而且 在这蓝蓝的天空之下 竟然吹起了阵阵的微风 这是什么意思 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水 一个翻滚就从甲板上爬了起来 却在这时 听见了一阵悠扬的歌声 这歌声没有具体的词 却是一种韵律非常的吟诵之声 沉入歌声里 仿佛就被带到了一种 异常神奇的境界 虚无缥缈当中 感慨天地 感受天道 但对于这曲调 我一点都不陌生 就如佛家有佛歌 道家自然也有 类似于歌曲吟诵的金月 就比如 不虚运 成亲运 大齐情 等等 我老了一脉的早课 并不是十分严格 但小时候 师父为了给我树立心性 让我更好地去感受 冥冥之中的天道 感受这世间的一切自然 甚至哪怕是一朵花开的声音 所以在早课之时 总是由他带头 在喉间辗转 吟诵这些道家的金月 也正是因为 以后的行咒打下了一个基础 那个时候 由师父唱出来的金月 总是有着一股子天地自然的气息 让人心神不自然的就被带入宁静 而我 不过只是鹦鹉学蛇 到了现在 这些精蕴我都还记得 我也深知 从精蕴引诵出来的效果 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心性 修到了何种地步 我自认 现在也唱不出师父的那种韵 可是事到如今 我忽然听闻这个人的金月 发现他的意境 竟然是师父 也难起及的 这只是一首简单的不虚 竟然不只是让我简单地沉浸 甚至是被带到了一个奇妙的境界 仿佛感受到 在这天空之中 天道规则在缓缓地流动 我想沉迷在这种境界之中 不行 甚至连呼吸声都变得微小 生怕惊扰了这份难得的境界 反观我周围所有人都是这样 沉迷在这种经韵的韵味之中 就连佛家的慧大爷也是一样 双眼平和感受天地 发现这世间一切的纷纷扰扰 其实何其渺小 很多甚至是在庸人自扰 但很快 这奇妙的境界就被一个声音打断了 若是杨胜惊扰了您 小子给您道歉了 我心中懊悔 在那个时候恨不得对杨胜破口大骂 有时候心境的感悟就像是一个最是易碎的玻璃球 轻轻一碰 它滚落于地上就碎了开来 这个杨胜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打断了 这时候就连吴天也不满地对杨胜哼了一声 可是杨胜毫不在意 不在意的原因 应该是他不能够沉入这道家经韵的境界之中吧 而想着他说的如此恭敬的话 也能让人明白 他是在拉拢来者 想先下手为强 我的内心微微有些悲凉 曾经的杨胜是一个最新于学术研究 根本不懂人情世故 连照顾自己都不会的人 他吃饭时洒落在身上的饭粒 是我至今都不能忘记的画面 可是如今的他 身上那种急功近利的味道 怎么也掩饰不住了 甚至世间的各种油滑 他也开始完全地掌握 是的 他聪明 掌握什么都很快 可是他回头看看自己的路 真的不觉得自己走偏了 他还记得他自己是谁吗 其实又何止是他 这世间被红尘万种 功力金钱蒙蔽了双眼的人还少吗 哪一个 还敢有空沉下心来 回想自己最初的美好呢 我知道任何的语言都是苍白的 我无法再与走到极致的阳盛沟通 但是目光 却随着阳盛望去的目光 看了过去 目光所及之处 是已经平静下来的河面 只是微风过出 有些些虚的临波荡漾 而在这样的河面之上 有一个身影 从河面上 徐徐缓缓地踏浪而来 渐行渐进 这个距离 我只能模糊地看见来人 穿着的 好像是一件灰色的道袍 行走之间极为的潇洒 衣袖飘飘 速度看似不快 实际上 每一步都感觉 离我们近了好多 来人是个高人 而且还是一个道家的高人 在看见这个身影的第一眼 我就下了如此的判断 就不用他行走的姿势 那种自然潇洒 暗和天地的气场 就是之前那一首 吟诵哼唱的《经韵》 也让人折服于他的境界 而且 这和吴天 以树暗和天地的气场不同 来者是一种非常自然 感觉整个人 都已经融入到天道的感觉 这种气场 我曾经只在一个人身上 看见过 那就是我师父 只是让我不解的是 他为何能在和命上行走呢 就算是道家的高人 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毕竟飞天遁地 下河入海 只是存在于传说之中的 可能武家的高人 能够借力渡水 但是道家的 眼看着来人渐渐的近了 可是这个问题 还是让我百思不得起见 倒是师父在我身边 发出了疑的一声 我吓一时的就问道 师父 你发现了什么吗 师父的眉头微皱 又一种 不是太肯定的语气说道 来者其实不走 也能在这河面上吧 早只是一种姿态 因为我觉得他脚步略幅 根本就是飘在河面上的 但这形体 奇怪 奇怪啊 师父这番话让我有些不懂 于是忍不住开口说道 师父 你说直接一点 可是刚说完这一句 我就想到了一个可能 于是一句话再次脱口而出 师父 那你的意思是 来者根本就不是人 是鬼 可是鬼怎么会有这样的形体啊 是的 这形体 有如食指一般 我们一群道士 远远地看着的时候 都没有看出任何的破绽 这是一件何等奇怪的事情 面对我的疑问 师父不答话 只是死死地盯着来者 等到他走到离我们 只有一百米左右的时候 师父才用一种 自己也感到 慷慨的语气说道 恐怕是的 来者是鬼 而且是境界极高的鬼羞 鬼羞 我当然知道这样的存在 就如无老鬼的仇人 也可以算作是鬼羞的范畴 可这到底是不同的 毕竟他只是利用密法存在着 而不是能提升自己的境界 而如眼前的这个人 不 应该是一只鬼 身上莫名的 却有着一股属于道家的政绩 这的确是让人费解 不过天地之大 任何奇异的事情都会存在 何况这里还是另外的一番天地 再说了 师父从小就和我说过 天道其实是公平的 天道之下万事万物都可羞 包括万事一块 人虽然是万物之灵 又何尝不是术士的福分 才能换来为人的一世呢 完食可休 鬼物自然也可以 在我脑中念头纷杂的时候 来者已经是走到了我们的船前 速度快地让人无法思议 而他的脚步并没有停留 而是走到我们两船的中间 才默默地站定了身影 在这个时候 我忽然发现一件事情 在他的身形之后 好像还有一道淡淡的虚影存在 直到他站定以后 那虚影才慢慢地浮现出来 形体 这才稳定 而我在仔细看过以后 心跳陡然就加快了 忍不住脱口而出 季青 对的 跟在这个来者身后的身影 竟然是季青 和来者相比 此刻的他明显就是灵体的状态 他 我心中是既心血又宽慰 但也有着淡淡的交集 季青这样面无表情地 站在来者的身后 到底是要干什么 我想起了我们师徒二人 和他的莫名纠缠 心中忽然就像泼了一盆冷水一般 只因为我还能记得 他到底也不愿意欠我的那一分倔强 如今看见了我师父 他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的话并没有引来季青的什么反应 却引来了两个人的反应 一个是我师父 他忽然就沉眼里声 另外一个则是那个神秘的来人 他微微皱起眉头 转头淡淡地问季青 徒二 你可是认得他 来者那个口中的他自然就是我 而他叫季青徒二 只能说明季青和他的关系 应该是非常亲密了 毕竟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在道家 注重道统的任何人 都是不可能轻易认师徒关系 也不可能拿这件事情开玩笑的 面对来者的询问 既轻则是一脸的 宝敬 然后宝身 沉默地和来者相对 毕竟作为灵体的存在 他们要说什么 不一定非要用语言来表达 意念也是可以交流的 我的心跳 只有道家人 只有道家人才能够看出 他的脸色过于苍白了一些 而且有着一层薄薄的属于鬼物的特有的黑气 环绕在脸旁 这层黑气 我觉得是师父也不一定能看得出来 我也是依靠强大的灵觉才能看出来这一点 除此之外 他很完美 我是说 在形体上 已经完美地接近了存在于阳世的世人了 既轻和来者交流得很快 至少在我悄悄地观察来者完毕的时候 既轻已经直起了身子 站在了来者身后 既轻的神情一直很冷淡 也看不出什么变化了 而相比于既轻 来者的神情更是云淡风情 只是他的目光有意 从我身上渐渐地放到了我师父的身上 沉默了一会儿 才淡淡地守执了一个道家之礼 忽然开口说道 在下玄顿子 他所在的位置是正对两船的中间 所以他这一礼也不知道是对谁所指 可是在场的每一个人物 哪一个是简单的 很轻易地就看出来 来者是绝对的强大 面对他这一礼 哪个又敢怠慢 都赶紧地还礼 然后自我介绍了起来 只不过这么多人一起自我介绍 场景难免乱了一些 可是这个叫玄顿子的鬼秀 极其的有风度 面对如此纷乱嘈杂的场景 竟然也是一脸云淡风轻的淡点 在大家还了以后 它又是一礼 在我认知中 道号中加上了子字 就代表着有一定成就的修车 真正讲究的门派 这个子字可不敢随意地许人 玄顿子既然敢自称为子 绝对也不是盲目地自负 我相信他的强大 但他这一般的云淡风轻 不动声色 却是让人更加的担忧起来 在这样莫名地开场白以后 大家又莫名地沉默了 毕竟来者异于何为 现在没有人能够猜透 我甚至想起了师父告诉我 这里有一个强大的存在 没人知道是什么 因为见过的都死了 难道所指的就是玄顿子吗 我觉得看起来不像 可是万事万物都不能貌相 何况是一个心思复杂的人 当然了 鬼也是一样的 在这片沉默当中 玄顿子倒是一直都异常地淡定 他竟然是这样开口了 果然是我徒儿的执念 刚才最早看出我的身份的 也是你 江丽纯 这个到底是在责问呢 还是在表达不满呢 玄顿子 云淡风轻的脸上 是看不出什么来的 但是我为师父担心 忍不住往前跨了一步 走上前去 对着季青说道 季青 我 是的 我以为我和季青之间多少有一点微薄的情分 那是建立在生死之间的 即便他到了最后还了我一国 可是也应该记得这一点点的微薄的情谊吗 我只敢认为是微薄的 毕竟季青的执念 深重地几乎伴随了他为人的一生 我是想找季青求情 但我的话还未说完 师父已经一把把我拉到了身后 他开口训斥 陈长仪啊 我是从小教导你 如此没有礼数吗 前辈于此问我话 你一个小辈儿插口 是否 失了我老里一脉的礼数 我来不及争辩什么 只是有点心急地看着师父 却只见师父 一抖一跑 几步就走到了船头 然后俯身 败了下去 师父这是要败谁啊 难道是为了玄顿子的风资所折服 或者是有什么别的想法 然后想给玄顿子一败吗 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师父朝前一败的竟然是季青 要知道 道家还是非常讲究某些礼数 断然没有前辈败小辈之意 中间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我不清楚 只不过这个讲究也是流传了许久 就算前辈犯错 也断然没有给小辈拜扶之礼 师父这是 大丈夫 我自当 云有个了结 师父说完之后 果然对着季青 败了三拜 而季青 面无表情 不要说还礼了 就连一句话都没有 而玄顿子 在整个过程中 还是那副 云淡风轻的样子 也没有任何的表态 师父说完这些 就退回到我的身旁 我担心他看了一眼师父 他要与季青怎么了解呢 可惜 师父也是一脸的沉寂 从始到终 师父没有为自己辩解半句 而玄顿子并没有表态 情况不见得是对我们有利的 甚至可以说 从季青的表情上来看 这情况甚至 对我们不利 从简短的对话里 杨盛好像是抓住什么契机 他与吴天交换了一下眼神 在这个时候 吴天湿湿然的上前一步 然后对玄顿子指了一理 那玄顿子 见状还礼 但是也没有说多余的话 倒是在这个时候 吴天开口了 贫道吴天 与那江丽纯的师父 同出一脉 说起来 他也算我同门师职 我不知道玄顿子兄的爱徒 与我师职 竟然有这般的恩怨 看来 是当日我师职 赴了季青 作为师门长辈 我十分痛心 我卖门下 竟然出了这等事 而道家讲究英国 作为师门长辈 门下